來看這個違規停車 又不戴口罩 對遠景態度非常惡劣 他才19歲 遠景請他要把車移開 但是遠景大小聲 罵髒話 口罩也不戴 最後遠景看這個情況不對 把他壓制 後來才在他車上 發現了有狀況 為什麼他這麼樣氣急敗壞 他在車上插出了毒品 甚至還插出了自己做的 暴獵物 遠景發現違規停車輛 上前盤查 對方態度卻很囂張 不但不肯戴口罩 還對遠景大小聲 快點啦 不用戴口罩是不是 口罩耶 站在車外的人 態度更惡劣 甚至試圖對遠景動手動腳 我跟妳講 遠景拿出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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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啦 就怕這名男子行為越來越失控 遠景噴辣椒水之後 把人壓制在地 其他遠景發現 車上的其他乘客神情有異 果然一查發現 車上有違禁品 隨後在他車上 起貨 藍波道一把 毒品開胃包 及疑似自製爆裂物 全案依毒品外包條例 槍炮彈刀管制條例 還有設置把移送罰辦 警方不排除 他們當時很可能是要去 買賣毒品交易 還好即時攔阻 也將相關證物查扣 依法移送 違規停車也開出罰單 包括沒戴口罩的部分 也含請衛生局裁罰 讓這態度囂張的男子 要為自己的違法行為負責 華視新聞劉悠君 江玉文報導